哈囉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爸爸超人 太扯了 太扯了 差不多在二十幾分鐘左右的時間內 出了4件的二級藍莊 真的有扯到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一下 哇 現在也有扯到 有這個柚子 他11抽 直接抽到了巨型迷路 哇 太扯淡了 你看 嫦娥說 你幹嘛啊 感覺快退坑了 來個慶祝的一刀 好我們往上看啊 剛剛我講的這個二級藍莊 我們來看一下喔 來這邊有時刻 8點17分的時候 元氣少女在這個馬薩塔冰霜洞窟第五洞穴獲得了阿維麗茲巨劍 這個是二階的巨劍 二階的藍巫 然後再往上看喔 往上看 在哪邊 我砍砍我砍砍 這邊這邊 有命 在這個馬薩塔冰霜洞窟第四洞去獲得的地理亞斯特騎士團手套 這個時間的話是在晚上的8點03分 OK 我們再往上看 再往上看 再往上看 往上看喔 這個對話也很好笑 可以看一下 來 8點鐘 這個 李悅爾在馬薩塔冰霜洞窟第四洞去獲得馬克姆騎士團腿裡套 8點鐘的時候 然後 哇嗚 我打完了 好 大家都很好笑 現在怎麼樣 怎麼一直出入藍莊 我們再往上看喔 來 來 來 這邊 7點54分的時候 彰化金城武在這個必勝佔領地獲得了馬克姆騎士團頭盔 這個也是二階的藍莊 好 所以從 這個 7點54分第一件藍莊開始 哇嗚 深藍也要好好看喔 好 到這邊 欸 到到到到到那個元氣少年 元氣少年你跑到哪裡去了 好 到這邊 54到 8點17 好 23分鐘內的時間 出了四件的二階藍莊 好 這個是個幸運時刻啊 各位朋友如果你們要打寶的話 好 我估計這個幸運時刻打寶的話 應該很容易打得到 好啦 就 就做個簡單的紀錄 好這個真的很神奇 好這個可能以後也會比較少見吧 好 所以就把它記錄下來 好恭喜這些有打到二階藍莊的朋友 那也祝福沒有打到的朋友 好未來都能夠順順利利的打到二階藍莊 或是紫莊 就這樣各位朋友 掰掰